中国崛起后在科技领域的技能让外界开始无法忽视 综合集权体制下相较于民主国家 北京当局更能够掌握到关键技术 进一步使得美国的情治单位形势遭受困境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美国外交杂志报道 美国中情局也就是俗称的CIA 自2013年开始在对中国谍报方面开始受到阻碍 此前安插在多国驻中代表处从事民间业务的人员 接连的被中国安全部门察觉 不少CIA人员入境中国后会开始被跟踪 因此不得不放弃原本所设定的任务 文章指出了CIA最初是怀疑是有内部泄密 但现在最新的结论是大数据所导致的 中国有关部门通过了各种方式搜集庞大资料 并且进行分析 综合研判辨别出中情局人员的身份 大数据是中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 而中国已经将这样的途径转化为新的武器 与此同时中国反腐力度增大 也成为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现任失效的重要因素 除了对中行动困难之外 美国方面也遭受到了资讯安全的威胁 2012年美国人事管理局曾经发生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 包括了2150万美国政府现任前任公务员 以及其配偶的详细个人情报 部分CIA人员感觉到 之前在中国所累积的谍报成果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另外外交政策杂志报道 中国政府正在利用阿里巴巴 百度等等科技巨头的技术 搜集美国人民的资料 从中找出美国情报人员 一名情报官员在访谈中表示 这些中国科技公司代表着共产党的商业分支 2017年中国通过国家情报法 就邀请企业配合国安以及公安部的要求 不过众所周知 中国的企业本来就一直与党国有暧昧不明的关系 而解放军本身就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除此之外 早在2006年开始 中国政府就开始进行黑入五角大厦的行动 外界真正开始注意到中国科技公司是否给情报部门工作 是因为从2020年开始 川普政府正面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发展 包括华为阿里巴巴TikTok微信等等 尽管川普已经针对中国人群问题 香港龙头科技产业祭出多项限制措施 而国务院也推出了干净5G网络倡议 来面对中国利用华为公司渗透进西方网络基础建设 但是这些行动恐怕还不足以面对中国对于美国的渗透 纽约证交所原定将在本周出牌中国三大电信公司 但事件却在今天出现重大逆转 根据外媒报道 纽约证交所在当地时间4号突然宣布 不再考虑将这三家电信商下市 消息传出之后 三家电信商在港股挂牌的股价都大涨超过7% 中央社报道 纽约证交所上周宣布 将遵守政府关于不符规定的中期下市规定 占开对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以及中国联通等等三大中国电信商的下市程序 认定他们是由解放军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 并且将在7号至11号之间暂停这些公司的交易 但是纽约证交所在4号的态度却是突然出现180度大转变 宣布不再推动相关的中期下市案 并表示这是根据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协商所做出的决定 消息传出激励了三家电信商股价大涨 与港股挂牌的中国联通大涨9.4% 中国电信涨幅将近8% 中国移动也有7.3%的涨幅 对此市场有诸多的揣测 原本针对三大电信下市案 中国商务部在2号回应 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并且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的致力于为两国企业和投资者 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推动商边经贸关系早日同回正轨 有人认为纽交所的态度转变 可能与中方强硬的态度有关 不过就算中国三大电信巨头在美下市 对于公司本身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中国证监会3号表示 三家电信业者的美国存托凭证流动性不足 交易量很小 融资功能缺失 就算下市 对公司发展和市场运作的直接影响有限 除此之外 这三家中资电讯企业此前已经做好准备 加强在香港股市金融发展的撤退战略 因为川普所签署的法案并非是针对在美中资企业的唯一措施 去年下半年 美国民选代表就通过了一项要求 外国企业加强透明度的法律 旨在于排除那些被认为会计不透明的中资企业 近来中国影视圈频频传出抄袭问题 综合报道 中国知名作家导演 郭敬明和制作人编剧于正近日深陷抄袭风波 两人虽然先后地公开道歉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平息 近日包括琼瑶在内 有110位作家、编剧、导演、制片等等 联署声讨于正和郭敬明的抄袭行为 在此影响之下 多部原定将上党的作品也遭到封杀 而于正也并非受到今年才被指控抄袭 著名作家琼瑶早在2014年 入禀控告于正的公所连城 抄袭他的梅花烙 法庭判于正败诉要赔偿500万以及公开道歉 可于正多年来拒绝认错 直到近日被111位作家联署声讨 他才急忙道歉 更说自己用了6年的时间去正视自己的错误 于正突然改口风 外界指出是因为他面临全面封杀 被迫退出我就是演员三 有他的画面全要删掉 之前播出的几数要下架 而他担任出品人的玉楼春也要延播 于正近年推出了多套剧集 正在排期播出 其中包括了传家 大唐女儿行 当家主母 拍摄中的上时 近播之下会牵连到李毅童 秦兰 吴景妍 蒋秦琴 杨蓉 白鹿 金晨等等女星 而另外一位同处于事件中心的导演 郭敬明 过去的风评也不佳 郭敬明选在此刻 为15年前抄袭风波写下长文 为他的小说《梦里花落之多少》 抄袭女作家庄宇的著作《圈里圈外置现》 而此举也被外界指出是明先想要洗白 让刚刚上映不久的芯片秦亚吉脱钩 赤资三亿人民币拍摄的秦亚吉上映十天之后 现在就面临到撤党的命运 现在谁也不愿意惹上此次的抄袭风波 秦亚吉下党也会波及到演员赵又廷 而赵又廷的上一部电影《蓝星大剧院》也遭到撤党 上映目前是遥遥无奇 中共官方在本月4号公布了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 并且大肆宣扬其中强化了13项党员权力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本次是中共时隔16年首次的修订该条例 一共新增了2000多字 其中新列出13个条文 列点传述党员所拥有的权利 不过这看在专家的眼中 却也不过是新瓶装旧旧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 学习舍报复编审 目前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邓宇文指出 当前中共官方对于新条例的声传 是为了配合重新修订 总要把一些好听的条例凸显出来 但实际上的意思 是中共虽然会做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完善 但是怎么使用这些规则 那当然还是当局说了算 所以这只是一个好看的条文 充其量就是一个读外界嘴巴的东西 就像中国宪法上 现在还记载着 中国可以有言论自由一样 而曾经参与中共制度与理念构建的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更是直言 这一次颁布的新修条例 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倒退 蔡霞点出了 新条例中删除了2004年版本的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保障党员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 这些内容被改成了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条则增加了一整段 谈到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还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蔡霞分析 虽然在条例中并没有写明 但是四个意识 指的是习近平在201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 增强政治意识 纳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四个自信 同样在2016年 由习近平加上文化自信后补充完成 两个维护则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维护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结论就是 本次修改条例是再次强调 要九千万党员为这习近平一个核心转 这个条例的根本目标 不是为了发展党内的民主 而是为了要加强对于全党的控制 中国抢在美国政权交接期间 敲定RCEP与中欧贸易协定 这对于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来说 是明显的打击 外界普遍推测 拜登上台后会延续川普政府 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不同的地方在于 拜登将会拉拢盟友 形成更加坚固的包围网 但是在中国释出的庞大利益之下 随着各项协议签署 拜登与其盟友的连结 或将受到直接影响 纽约时报以习近平抢占外交先机 美国遏制中国面临困难为题 发布了分析报道 报道指出 中国显然预见到了美国与盟友 建立统一战线的威胁 并且迅速做出反应 荣顶咨询中国问题专家巴金形容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是中国夺取的地缘政治胜利 事实上 协定本身只让中企赢得有限的机会 中国真正成功的是外交上的 巴金认为 中国领导人担心出现一个反对中国的 跨大西洋多国战线 因此愿意做出 得到欧洲人支持的战术性让步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很聪明 而目前中国只在书面上 同意要放宽对欧洲企业在中国经营的诸多限制 向欧洲银行开放中国市场 并且遵守有关强制劳动的国际标准 问题是 这些承诺能否真正的兑现 中国在违约上早就已经有前科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所做的承诺 至今根本没有兑现 也没有任何要改善当前政策走向的迹象 同时在中欧贸易协定中 中国也仅仅需要做出适度的让步 就削平了欧洲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施压 当前展现出的现实就是 中国只要提供一些商业利益 就能够让所有的批评消音 习近平的策略是 藉由上述这些外交以及经贸攻势 让中国处于不可或缺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而这也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复苏 让习近平掌握筹码 也带来了外交机会 而且他已经抓住了这个机会 最终结果是习近平 用相关方法交贫败等的影响力